HELLO 大家好 草苗天使 今天來帶大家快速了解一下 這個DOA復刻角色他們獲得專武之後 整體的這個提升的幅度強度漸漸是如何 我們來趕快來看一下 好 首先是瑪麗羅斯 瑪麗羅斯整體來說呢 這隻角色本來就是偏向這個 短期爆發力為主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整體的增傷幅度 大概增加了6%左右的一個幅度 不過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就是 他本來就是屬於短期戰鬥 那如果他要獲得減傷的地方 他要等到60秒之後才能獲得一個減傷 所以理論上這60秒減傷 對他的這個神體生存來說 並不能提到太大的一個幅度 所以他只能算是一個短期戰鬥 增傷6%的一個專武而已 好 草苗卡 他的這個技能變成100%彈幕 而且彈幕的提升呢 是可以獲得兩顆超動彈的提升 所以傷害有提升 另外還有隨機兩人的回血 所以在輸出方面 在輔助生存上面 都可以起到一個不錯的作用 另外就是他50秒之後 可以回復自己的耐久 最大至5% 所以他作為旗艦位 在道中的彈度也是略微增加 但戰鬥是必須要50秒之後才會有回血啦 大概空彈的或是高難度海域 可能會發揮的比較好 那整體的這個基本屬性 也對戰艦的項性是很好 所以這個專武對於這個草苗卡 整體而言是很好很好的一個專武 卡斯咪整體的這個坦度 大概稍微略微增的一些些 大概跟波特改等級是差不多 或是略微領先波特改 那輸出屬於慢熱型 因為他有很多的條件 來達成他輸出的一個條件 所以大概增傷幅度大概3%左右 不過最難搞就是他一定 只能放在仙頭做使用 因為他很多技能都要配合做仙頭 來作為自己強化的一個專武 所以目前來說現在版本重巡是相當弱勢的 所以你要用這個重巡 而且只能放在仙頭位的話 他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目前來說 卡斯咪的專武只能放在仙頭的話 那可能起到的作用就不是這麼大了 Misaki Misaki增加了這個回復的效果 使他的坦度略微增加了 所以坦度大概來到了客貼級 或領先客貼級一些些的一個狀態 那輸出方面本來他自己就是主砲加一 而且輸出手段也蠻多的 還有獲得額外的砲擊增傷 減傷都有 所以他整體的輸出佔比大概增加了14%左右 另外他還有20秒的彈幕可以使人家增傷15% 所以不管是在自身的DPS 或是團隊貢獻DPS上面 他都可以起到一個不錯的作用 所以這個專武不管是生存還是輸出方面 都獲得一個不錯的提升 那離他整體來說 這個輸出跟坦度大概增加了8%左右 那技能這邊也增加一個隨機的降數 那這個隨機敵人是連雜魚都會降 他是非人型降數 所以你要用來打這個套中的精英怪也好 或是拿來對BOSS戰也好 這個隨機敵人降數基本上是不太好用的 蠻雞肋的 那另外一個最大缺點就是他本來就是足以紫皮 紫皮的面板就算再怎麼提升 他也是有上限 那面對高難度海域 基本上紫皮要上場的空間本來還是微乎其微啦 好 女貼狗整體看起來呢 他的這個輸出跟坦度大概為增了大概有6%左右 為什麼只有6% 因為其實戰鬥40秒對於陣行要飛兩次來說是非常困難 如果他是45秒的話陣行可能可以飛兩次 而且增傷效果都有10% 那他的基本傷害可能會稍微提升一點 那坦度方面本來就只有5%嘛 所以我覺得坦度也沒有增加非常非常多 再來另外就是他起飛後的這個技能 增加了仙頭8秒減傷 效果算是有限 因為只有發動在仙頭減傷 而不是發動在前排都減傷 所以這個技能效果強化其實也是相當的有限 再來是整體的面板 他是紫皮面板 所以增加幅度也是有限的 莫妮卡整體的這個輸出佔比大概增加了輸出7%左右 而且是屬於這種對空專門的角色 而且他強化的技能是增加前衛所有人的這個對空雷裝 所以對團隊的貢獻來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這個有15秒的彈幕可以使人增傷10% 所以團隊裡面的貢獻也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也是礙於他是基本的這個性能算是紫皮性能 所以強化有限 然後如果你說真的要上個對空專門的人 也是有額外的人可以做一個取代 好最後總評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說一下優點 優點就是如果你一定要組這個合作隊的話 我會推薦這樣的人選 馬來羅斯然後莫妮卡跟米撒基 他都有15秒跟20秒軸可以作為增傷的手段 然後Tamaki Luna的這個輸出平滑性 然後穩定性的這個彈幕 其實都做到一個不錯的一個輸出 而且總體而言是屬於偏倒中輸出型 而且整體的防空能力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要拿去打13張甚至打13之4都是不錯的 因為我也試過在這個13張用這個空中解抗 基本上減傷幅度不是很高的情況下 他要做到13張全清也是綽綽有餘的 我們在空彈的情況下也試過了 打這個三星大型航母也是可以承受得住 也扛得下來 甚至要做到全清拿子彈全清也是OK的 這個算是在於他們整體對控能力都不錯 而且道中的這個穩定性還有爆發力也都還不錯 好另外我們來講一下缺點 缺點的地方就是他不能拿去打14張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整體而言他的這個上盾跟回復 基本上都是隨機角色 他有可能隨機是滿血的人會上盾 所以隨機上盾回復這些都是隨機的情況下 有時候前排已經要死不活了 他還只能回復後面的角色 所以對於前排沒有穩定的一個回復 所以打14張不要說打14張全清 道中打一個人他就已經頭破血流了 這個是上盾隨機的一個問題所在 他不像是以前像我們最近的那個萊莎隊 萊莎隊的強處就是在於他們爆發力很高 而且他們的回復是全體回復 而且對於後面的坦位他有細血的功能 所以旗艦坦度輸出都有 回復也是整體回復 前排也有一定的輸出跟爆發力 所以萊莎隊可以打到14張 14-2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穩定性回復能力都很好 那目前現在看起來這個合作隊 畢竟也是3年前的角色 他拿到專武能夠打到13張 已經算是很好的一個強化了 那面對大家要打14張的話 基本上他們在於回復能力有限 然後反潛能力也有限 所以14張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基本上能夠打到13張 已經是不錯的一個角色了 好啦以上是這一次合作角色的一個分析 希望能幫助你 那我是潮民六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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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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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